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好不好 稍微提一下这件事情而已 这个没法太深入 为什么 因为就是讲这个好小心一点 不然到时候被关台 在后面要提一下 关于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 出现在美版太阳花的现场 基本上老师后来有认真的去看这部分的新闻 跟他录影 还有一些评论 基本上当天的确有一个不知名的 娇小可爱的亚洲女性 也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人 他拿着我伟大中华民国的国旗 混入了抗议的现场 但是最终他没有拿着国旗 攻入了美国国会 但是那位女性一定是跟老师 一定没有跟老师一样 怎么样 把我们台湾价值充满到一个满点 不然他就应该冲进去了 对不对 展现一下我们太阳花的实力 是不是 杨威海外 真的叫我太美胆了 真的是我们要谴责他 这样没有展现到我们的国威 但是这场戏已经被美国的媒体 还有政客已经记录在案了 他们是特别去把他标出来这件事情 所以是说现在台湾已经坐实了 你是川普的同路人 以后特朗普他下场有多悲惨 台湾的外交地位就会有多低 这个是牵一法要动全身的 而台湾本身还有点油水 拜登会不会弃台湾一不顾 也倒不至于 但是会让你变了一个很不堪的一个境界 而现在在最后这 川普卸任这十几天的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美台交往的限制已经取消了 也就是说台湾的官员可以直接去拜访 美国的政府单位 让双方可以自由的往来 也就是换个角度来说 美国要把台湾视为准国家的状态 这一条红线美国现任政府改开放 但是台湾政府你敢真的去接吗 以后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元首 可以访问美国 进的去白宫吗 现在恢复的 会在拜登上台以后继续去维持吗 还是他会把他冻结呢 不知道 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现在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要来台湾 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的国土上来访问 其实这里我们要修正一下 他是一个即将现任的驻联合国的大使 为什么 因为拜登他要上台前 他已经把接任的人都已经拟好了 所以说这位大嫂来台湾大概就算是毕业旅行 就是你得你来台湾绕一圈之后 做一个ending 然后再回到美国去 就是这样子而已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来了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大张旗鼓的欢迎他来 现在只有外交部在放消息 我们如果真的大张旗鼓欢迎他来 你就是同时得罪了拜登政府 以及北京政府 就这么简单 这两边你都把他得罪透了 为什么得罪拜登 他不都是美国的大使吗 不 他不是拜登的人 他没有经过拜登的授意跟拜登开过会 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个外交策略 而是他是他的死敌也就是特朗普的人 你今天没有在等到新政府上台 来去做这样子外交动作 就是完全不尊重了 你新的即将上台政府的角色 像蓬佩奥他在过去在拜 在特朗普已经败选的时候 各个国家都开始婉拒蓬佩奥的拜访 甚至婉拒了特朗普的出访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输了 你输了就是输了 他们的民主制度就是这个样子 你输了就是输了 你不甘愿没关系 就像他们的参业院 参与了领袖麦康洛讲的一样 如果美国每一次选输的人 都可以质疑选举不公 号称舞弊 请问民主制度何在 民选制度又何在 这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说你现在特朗普的人 你还让他来 你就是不尊重拜登 拜登以后要怎么样收拾台湾 这个不知道 美国多的是办法玩弄你 包含了关税 包含了301条 301条款都可以做出来 他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因为我们对他无足轻重 但是如果是这个大使 这个是卸任之后才来 比如说拖他一个礼拜卸任再来 然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如果是下礼拜他就带了职位过来 这个问题真的还是颇大的 所以如同一通 老师在第一段说过什么事情 如果特朗普要让中美关系彻底的毁灭 就可能拿台湾的来祭祈 怎么样 只要逼中国收了台湾 美国就可以联合欧洲对中国继续的围堵 川普主义就可以继续的延续 只要这个状况产生 中美关系在一两年之内很难恢复 放心不会很久都不联络 为什么 因为国与国之间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要跟我谈正义 他只有利益 利益才是最大的优先点 而真的收台湾了 你吵一定才吵了一两年 但是最终会不会和解 如果不会和解 现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他的代表叫做中华民国 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这样子吗 当时把我们踢出联合国的 就是伟大的美利监共和国 而我们现在要吃他的猪肉不是吗 所以说如果我们他这个大使他没有卸任之后再来 或是我国的政府没有拒绝 那么台湾未来的国际处境 只会被拜登政府以中国这两边的政府挤兑到你没有什么路 就变成别人的筹码 别人的刀组上的鱼肉而已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现在我们要必须理解的就是 中国一再的去对内宣布 要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 哪怕他不是针对台湾 包含了世界各地的一些战略线 但是只要能够应付其他国家跟其他地区的战争准备 那么对台湾更加是叹囊取悟 目前解放军现在对南海的动作并没有消停 虽然老师已经一两个月没有讲南海的问题了 但是事实上解放军的军机并没有放假 也没有修也没有减少 还是非常频繁的在南海 及我们台湾海峡的中间不断的飞来飞去 只是我们的政府不讲而已 但是他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战争吗 不 其实稍微了解他们那些飞过来的飞机的性能 大概就可以了解这些空军飞过来的 主要是在侦察海底下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他到底是不是有浅见 例如什么 不一定是美国的 可能是俄罗斯的 可能是法国的 也可能是英国的 也可能是美国的 不知道 谁知道海底下面有什么东西呢 所以他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疲劳台军 疲劳台军 让台湾的空军频繁的升空起降 逼是我们国军英雄 这只是附加的价值而已 这些海面下的战争或许都已经开始了 而问题不一定只出在我们眼睛中见到的海面上 军事的斗争真的是很难讲 各位你这样了解吗 而回到我们重点 有一句话老师从一开始讲到现在 是什么 不做死你就不会死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的执政党 花了大钱买了美国一堆破烂 又买了又吃又买了很多什么 瘦肉精的猪肉 逼着我们把它吞下去 为什么 因为这叫做利益交换 你买了这么多的瘦肉精 换来别人即将卸任的大使 这叫做回报 你买了一大堆的 进了一大堆的不要的东西 别人只是来一个卫生部长 准备来跟你高官一下 这叫做回报 我们真的做了什么事情吗 我们不但吃了 要吃了含瘦肉精的猪肉 还让台湾要被刻意高额的关税 好像轮胎的关税已经被升高了 我们怎么要花钱的事情也都做了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政府好像没有做一件会赚钱的事情 包含我们现在各大能力高光景点 不要说是故光博物院了 也不要说士林夜市 包含酒份 肯定我们就不要排掉了 台湾任何在庶民经济有帮助的各个景点 大部分的店铺都已经进入到一个经营的困难 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个是百姓的经济难以为继 我们看到的股市都是因为QE的热钱 从国外不断进来 进入我们台湾的股市 我们的科技大厂每一个都是身怀绝技 对世界非常重要 但是问题是他们集中了大部分的经济的力量 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些钱散到台湾的民间百姓里面 我们的鸡排店一样生意不是很理想 我们的鸭肉店还是毛涨齐才能去吃 对不对 所以是说这个状况 我们要对台湾的未来经济很忧心 台湾的股市已经上了15000点 但是这对台湾的庶民经济 对你我这样的大耳朵老百姓到底有什么帮助 难道要我们去买股票吗 老师连一张都买不起 不是吗 老师就是这样的买不起 那你去怎么呼唤他 对不对 但是到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必须说一句话 我们的政府是民选的政府 老师是少数服从多数 政府怎么说老师就怎么服从 因为老师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所以说请记得老师有做这个宣言了好不好 最后老师还是要讲一个在我们的 最后来知道 所有的政治的游戏都是别人的游戏 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入的太深 所以让我们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看到了美国选举很多的 无论你是不是美国人 你是不是美意的人 你都是非常的投入 但是你玩得起这个游戏吗 所有在美的华人全部加起来 有多少人你能够撼动这个选举吗 不行 因为那是大家的游戏 大家里面又是特别人种的游戏 我们根本就参与不了不是吗 好看看会有什么问题